一个叫downtime downtime它会说什么呢 返回这样一个 毫秒的这样一个int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时间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int型 存在的 它实际上就是个int 当用户点击了这个down的时候 就返回这个时间 也就是他点下去down的时候 这个样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叫getdowntime 另外还有一个叫 get eventtime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是当一个特殊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 它的这样一个time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事件 就是up 那么这个time 就是我们弹起来的时候的 一个time 所以如果我要实现一个长按 我就可以这样的来实现 用它的这个弹起来的时间 去减去它的这个当 就按下去的这个时间 我们来想象一下 if event 我们先点一下随便点一下 我们看一下 有click对不对 这个都是down里头的 出发的 这个这个明白吧 是不是还没有 没有其他的吗 就这两项 这个一个是view里头的 一个是activity里面的 那个actiondown里面出发的 我们长按一下 好 大家看 超过两秒钟弹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发生了这个 这样的一个事件 对不对 就down click 这就表示我们是长按的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时间没到 再来一下 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理解 包括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action 我们就拿我们最典型的一个button来说 我们来定一个button 随便定一个button 我们以前很喜欢用button的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 unclick 这个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我们的那个actionup来模拟 对不对 focus changing 这个是焦点改变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 我们后面会去讲的 那么这个是key key listener 也就是我们按键的 还有这个lunclick lunclick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模拟的这个长按 这还有一个touch listener 这个用来干嘛呢 这个其实它保留了我们原生的这个untouch 目的是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滑动呢 这些动作 对不对 也会用 所以还会需要保留它 这样一些内容 包括这个key listener 其实也是保留的原生的 也是保留的原生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实际上我们就只有它和他 其他的都是根据他们的一种特殊形态 一种特殊情况 ok 关于事件的这个传递 我们就简单的这样介绍一下 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世界那个传递 它默认的是返回 出版的force 默认的是返回 force 允许下一个接受 允许它的下一个接受者 ok 那么把这个机制 大家有一个印象 就是我们的事件 怎么呈现出来的 我们界面如何呈现出来的 我们界面的里面的事件机制 是个什么样子 下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 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就开始来进行 我们真正的呈现 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去呈现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首先我们要呈现 我们的空间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昨天给大家简单演示 用了一个convers 那么convers到底是怎么用的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的 做一个介绍 掌握我们convers的一个 基本用法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要用convers来画图 如何在这张画布上面 去画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图形 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在convers上面 我们还是回到这样一个view 在on drawer里面 这有一个convers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么它常用的 我们说既然是画布 它就是做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这样一个方法 昨天我们也用了一个 做reactor和做text 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 做reactor 就是画一个长方形 一个矩形 做cycle 就是画一个圆 做over 就是画我们一个椭圆 做path 这个有点意思啊 这个我们玩个forshub 我们都知道 它成为画路径 画路径 其实往往我们用来画一些 不规则的图形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通过点 来画像这样的一个路径 做line 画一条线 point 画一个点 做text 画一个文字 做color 就是画我们这张画布的背景色 做bitmap 就是画一个图片 那这个我们肯定用到也很多 我们也会用到很多 现在给大家简单的 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没有必要全部都画完 比方说 我们就要设立一个画笔 我做一个rect 在这里 做了一个rect之后 我在下面 我又做了一个text 这是我们昨天做过的事情 做了text之后呢 我又再做一个什么呢 再做一个forver吧 做一个画一个椭圆 我们这个时候再设置一下 我们的画笔颜色 改变一下 那么 画笔这个东西 我们都给大家提到过 其实 画一张 一个画笔 我们除了设定它的颜色 是不是还可以设定 其他的很多内容 比方设设定它的一个alpha值 我们改设成个蓝色吧 我们看一下 还有些比较常用的一些设置 set 设定它的alpha值 这个是设定 它是否是抗锯齿 这个比较好 我们就给它设定 它是抗锯齿的 比较平缓 这是设置它的argb 就是更是什么样的一些颜色 还可以设置它的阴影 所以大家如果画头的时候 愿意的话 我们去new一个shadow shadow这样一个对象 去给它设置一个它的阴影 这个还可以设置它画笔的一个出息 还有对齐方式 文字大小 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画笔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给它做一个 这是画一个弧形 acos是一个弧度 acos 那我们画一个over over的话 我们看里面有两个参数 就大家通过这些地方可以介绍 看得到啊 第一个参数叫rexf 这个f我没有去细查 但是我对这个f的理解 他说这个 实际上是定义它的一个边界 对不对 这个f我在想是不是for的意思 就是定义好四个角 定义好四个角的这样一个边界 那你说我椭圆没有角啊 但实际上椭圆也有角的 对不对 大家想一下它对这个外围的 你把它想成一个矩形 它也是有四个角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来定义一下 这个read read f 那我们看 read f里头就是四个角 从左边上边右边下边 给它们定义一下 比方左边我是20 上边我也是20 这个右边 右边比方说120 这也是一个120 就paint就是用我们这个蓝色画谱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只要画出一个画其他的就很有自信了 大家下来都可以自己去演练 我只要把这儿给屏蔽了 嗯 嗯 嗯 看一下 看一下哪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activity 什么时候把setcontentview给干掉 不知道怎么回事 把setcontentview给删掉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 那这就是我画出来的这样一个圆 就是我发的 那么昨天答疑的时候有人问到 就是我如果在那个google map上面 地图上面 我在某一个咖啡厅标了一个图标 那么它旁边又有一个咖啡厅很近 我再标个图标 它们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 我没有额外建立一个多层 它是会被挤开呢 还是会被覆盖 那么这里就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实际上你那个图是被 jawbitmap给画出来的 对不对 OK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当然了 我们会了这样一项 我们会了这样一项 我们是不是也就会其他的了 都是大宗小异 说bitmap 说color 最后就做color 可以 倒是可以用一下 我们可以再放在最上面 给它设置一个灰色 这个 Library 青灰色 我们看还有什么 哪些是不是很熟悉的 这个线条 也都差不多 这个无非有两个弧角 有两个角度 一个起点 一个是线条的起点位置 一个是终点位置 以及它的一个 以及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弧角 swap swap angle 应该是 它的那个弧度的 那个 叫什么 反正这个 这个还有一点数学的东西 就你要画得精确了 反正这块 我都不是很熟悉 因为这块有点 跟画图有关的一些内容 就画圆比较简单 画线也比较简单 画点就更不用说了 文本 OK 就这些内容 那么大家会了这个之后 大家会了这一项之后 那么其他的内容 大家可以下来 自己去研究一下 这些做 做cycle 做pass 做line 做point 我在网上见过 有人比较厉害 他深入的研究 但事实上 其实各位 我们以后做商业项目 很少于正儿八经 用这些东西去画了 除非你做什么 你做一个 安卓上的 Photoshop 否则的话 我们是不是没有必要 这样去画 事实上 我们说 只是做我们商业界面的话 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画图 对不对 更多的时候是画图 这个内容比较简单 他传一个bitmap的参数 过去就行了 那么 后面我也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的去 去画 那这样 现在要不要演示一下 这个应该没什么 可演示的吧 画图 不用了 画图就不用了 大家 别到时候说 我浪费大家时间 而且我们后面 我会给大家说一下 画图还有更简单的画法 还有更简单的画法 那么 我们掌握了这些 常用的Canvas的 这个做之后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说了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图形 做一些变换 对不对 比方说 比方说 商业 我希望这个图形 能够来回动来动去的 当然这个就是动画的概念 对不对 动画的概念 很多时候就通过 不同的这样一些针 翻 就时间的一个差别 把它画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么这个 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静态的这个内容 以后我们直接用它的动画类就行了 但是至少 从例子来说 昨天其实已经给大家去演示过了 这个如果要让它动起来 这个例子的效果 是不是用一个后台线程 不断的去画它 对不对 不断的去画 画到不同的位置上去 那怎么让它重换呢 怎么让它重新执行 我们的那个 undraw 还记不记得 怎么让它重新执行 我们的那个undraw 这个就是要掌握 我们mule里面的一个方法 我们mule里面 是不是 有一个 invalidate 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个意思 就是生效嘛 就让它生效 对不对 让它失效 这个就是为了让它失效 那么它失效了之后 它的undraw就会被重新调用 这是在主线程 如果是在子线程 用post invalidate 我们首先就是用这种方式 只要你一调用这个方式 你就知道 我的undraw 就会被重新的 再调用一遍 所以这个大家了解 那么关于静态 我希望变换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图 我希望把它变大变小 我希望把它进行一个旋转 我希望把它进行一个旋转 那我们怎么样来做它呢 我们怎么样来做它 这里我会给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这里面 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象 叫metrics 其实我们在官网 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就看cavers吧 cavers 这样吧 我们还是来猜 我们边猜边学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来学习 cavers 我们在画一个东西的时候 画一个东西 比方说 大家可以看 我在画这幅图像的时候 这幅图像 或者我在这个地方 可以通过一个set set里面有个叫metrics的 metrics的时候 它就会说 那么你可以指定一个特殊的metrics 那什么是一个metrics呢 它是一个矩阵 从字面意思上来说 它是一个矩阵 那么这个矩阵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矩阵 这个就是一个矩阵 对不对 看过黑客帝国没有吗 没看过 黑客帝国的英文 就是metrics 就是矩阵 矩阵嘛 就是这样的一个二维数组嘛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对不对 OK 那么在这个矩阵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 比方这就是我们刚刚画的一个对象 我们把它分成这么多部分 可能没有这么多 可能九个部分就可以了 一般是九个部分 我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伸展 把这些地方变一变 不同的地方变一变 分成几个部分 它就可以变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形状来 包括拉车啊 什么的 然后 那好 我们在这里去定一个metrics 我们来看一下 放在上面 metrics 你又有一个metrics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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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